嗨大家早 来到戴老师说天气的时间了 在现在啊 礼拜天的一大早 这北部的朋友 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风啊偏大 第二个呢 温度下降了 温度状况来说 没有像昨天的 到了30度的这种感觉 而今天的高温的部分呢 只有在19到20度哦 明显的转凉 所以要提醒您 今天如果是要往北走的朋友 过了苗栗以北开始有点凉 过了桃园以北的话 温度形态来说还真的颇有凉意 在今天礼拜天的白天的时候呢 在北部的朋友 骑车穿着方面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 不过许多的劳工朋友呢 在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 我们就来解析一下 在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新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我们从这张卫星云图当中可以看到 台湾上空的水气发展量来说 其实是偏少的 北方的云带的发展 最主要呢 是在这个东海通过 可是呢 在大陆这里还有点水气 这个水气会逐渐的接近的时候呢 在今天的下午的时候 会使得北部地区 有一点点局部的短暂雨的机会出现 不过中南部的旅游来说呢 都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温度状况越往南走 可就温度越高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 只有在这个桃竹苗 以北地区会有受到影响呢 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时候 整个风场的资料 从这个风场的资料当中 我们可以从Windy的系统当中 很明显看得到 在我们台湾上空呢 目前是吹拂着一个明显的东北风进来 沿海的风浪会略微的增大 山区的部分在中部以北 有局部性的雾 而整个冷空气的强度的部分 在今天白天 算是一个比较偏强的状况 不过到了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地面图来分析了 先注意到 从地面图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晚上的时候 高压系统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在今晚的高压 从浙江进到了东海之后 我们的风向开始在晚上变偏东风 所以呢 冷空气的强度也只有在 周日的白天一整天来说 在北部的朋友感受上是明显 那封面的后半段停留在大陆的华南 封面的前半段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而到了5月1号这一天呢 白天的气味要上升了 不过要提醒这个出去游玩的朋友 全台湾天气晴啦 因为高压东移带进来的东风 偏东南风 所以呢会使得我们全台湾都天晴 不过特别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相对的非常明显 早出晚归 出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穿着 尤其是骑车的朋友 那接着呢 5月2号 高压在东移 整个风场吹着偏的东南风上来 温度变更高 可是你可以注意哦 在大陆的华中这边到江南 这里有水汽在发展 那到了5月3号 你看到没有 封面云带更完整了哦 但因为高压现在这个时候在日本东方海面 我们的风向也会随着高空场已经是太平洋高压的边缘开始过来 所以呢 礼拜三以后 温度变得更暖 那礼拜二中午的高温就已经接近到30度了 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从北到南可都超过31度 但真正比较更高温的地方时间点在周四 周四的时候我们的风向吹着南风上来 南风上来温度高 但北方高压很微弱 所以没有把封面推过来 也就是说在周四到周五的时候 我们在偏南风的影响之下 各地不只是天晴 高温的部分甚至上看到33度 有些地方甚至会到34度的高温 那午后震雨呢 倒是在山区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出现 接着呢 我们到了5月6号礼拜六的时候 到了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可以注意 封面开始要难移了 所以在礼拜六的白天活动来说呢 还没有受到影响 下午开始会有一些午后震雨出现 接着到了礼拜六 5月6号的晚上的时候 封面开始要接近 降雨再从北到南就会开始增多 这一波的封面在5月7号到8号的时候 台湾上空会带来一些些降雨 可是很可惜 它停的时间不久 大概5月7号晚上到5月8号就要走掉了 今天因为这个高压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目前看来在5月上旬的梅雨季的话呢 整体的降雨的趋势跟形态来说 还并不是非常的完整 看起来要等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 那一波的封面接近 也有差不多5月14到15号 封面再接近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些比较 有可能比较明显的一些的降雨的趋势 因为那时候的封面结构体的建构 梅雨封面的系统的整个完整度 才会比较完整 所以中南部的旱下 大家还要再撑下去哦 要撑到5月中哦 但在今天的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北方高压东移了 冷空气吹进来了 温度状况呢 明显的转凉了 要提醒这个外出穿着方面要特别的留意 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一下 温降虽然不多 但是这个温度的变化啊 有时候对于身体来说会有影响 北部今天中午高温只有19度哦 到20度哦 真的颇凉哦 但是南部的高温可有30度 所以南来北往的温差明显的偏大 所以呢 再次提醒大家 早晚天气凉穿着方面要特别留意